- よし! Mina,如果看完影片之後覺得還不錯 可以按下超級感謝小兒支持我一下 或是直接加入會員,讓地方媽媽持續良心製作 另外,也可以到這些平台關注我 哎呦,追蹤一下嘛 那我是Mine,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年日本迎來一波令和結婚潮 或是換了年耗值的紀念一下 或是經歷了疫情,讓人更珍惜身邊的感情 好比日本國民老婆心圓結衣 沿著沿著,真的變人家老婆了 而在生幼圈中,許多男生女生也是想婚頭 紛紛步入了紅毯 今天的生幼系列,我們就來點不一樣的 講講那些羨煞業界的生幼夫婦們吧 想要談戀愛結婚,多半是從學生時代就開始找對象 然後像我一樣,畢業工作幾年之後就結婚 但是也有抱持著出社會後再找對象也不持想法的人 我認真覺得,出社會之後要再找對象真的很難 因為出社會之後,除非你很活躍到處跑來跑去的 不然你在那小小的生活圈到底能找到什麼對象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起床就是上班 工作做不完加班後又好累,回家趕快洗洗睡 沒有太多的社交生活 我身邊就有很多朋友,從交友軟體上面找對象 但是你們也知道嘛,交友軟體要找到真愛 可能去拜月老成功率比較高 所以最後的都是同行人跟同行人在一起比較多 老師跟老師 醫生跟醫生 醫生跟護士 工程師跟 絕望到都需要二次元獵人來服慰心靈了 還記得之前我有介紹過一款都是美男 而且一定要四下無人屍才能玩的遊戲嗎? 聽到這裡大家精神都來了 就是你們想的那一款,新世界狂歡 這款是在LLabs推出的BL卡牌養成遊戲 我到處推坑別人 畫面精緻之外,劇情也蠻有意思的 重點,尺度沒有極限 柏馬是什麼東西? 哼 他們字典裡面沒有這兩個字 而且也玩的蠻大的 他的玩法是這樣 主角是一位叫做伊德的男生 解任務通關之後,就可以解鎖其他眷屬們的H劇情 先提示你要先抽卡拿到角色 幸運的拿到角色之後 你就可以做好多事 你有讓伊德撕包他們的衣服 讓他們露出阿黑眼啊 我是認真的 因為這樣才可以培養親密度 解鎖更多髒髒的劇情 為了避免再被黃 我這次又不放任何大尺度的畫面了 角色公寿都有 伊德本身可以當1也可以當0 看你喜歡哪種角色哪種劇情 選擇很多元 滿足了大家的各種幻想 每解鎖一次H劇情 我都心懷感激的看完 謝謝招待 然後他每次只要有限定活動 我都很期待 代表又有新的服裝例會了 像這次9月15-10月6日登場的雙月流光活動 主打昆熙和9月的故事 因為月相變異 這兩位眷屬身心發生了一些變化 為了他們 主角必須要通關 尋找月相變異的秘密 當你通關後 會掉落活動積分 以及限定兌換道具 可以到兌換頁面換取特殊秘畫道具 和其他的獎勵 活動直到10月6日 想要更深入了解這兩個角色的話 限定活動 真的不要錯過了 身後圈找身後圈的 想當然一定也非常多 身後一天要跑幾場活動 你們想 有些長期接觸的一定會日久生醒 他們在婚前多半都共演過 但是婚後 就會刻意避開共演 因為怕作品會失焦 所以也是有人為了避免日後麻煩 乾脆不跟圈內人結婚 不然就是請其中一方不要再工作了 在家顧小孩就好 所以檯面上雙方都是現役的生幼夫婦 也沒有很多 想得到的 成功的案例 好像也就那幾對 而且他們每一對的愛情都很不一樣 都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他們 首先是第一對 在作品裡面狂課的CP 作為成真的喜悅 有神能懂 青春機關槍可以 在此作品演出男女主角的 淺野智昭和小松莫可子 在2020年5月12日 兩個人便透過事務所發表的聲明 也分別於推特上發布的喜訊 在淺野眼中 小松對於工作與角色的積極態度 令他敬佩 而淺野對身邊人的關心 幽默 與對角色的敬意 也同樣令小松尊敬 連低調成名的倉木麻衣都被你們散出來了 小松的粉絲們應該都知道 他從小就很喜歡明珍和歌男 因此愛上了演唱主題曲的倉木麻衣 還會在家裡貼他的海報 更曾在電台節目中大膽示愛 是有名的麻衣粉 麻衣直到自己的小粉絲結婚之後 直接送上手繪的新婚賀土 其他圈內好友也紛紛送上祝福 那些有為朋友的祝福 不知道是該哭還是該笑 那位永遠在征婚 卻永遠嫁不出去的明版松美 2017的某天 粉絲聽聞明版終於結婚 紛紛湧入Twitter送上祝福 但是 搞錯啦 結婚的是佐藤聰美 不是明版聰美 由於明版的反應太過珍惜跟好笑 所以後來 只要圈內有朋友結婚 網友就會去他的推特補個擊刀 變成人家公布喜訊 明版的推上永遠都在報仇 然後就在2020年的5月12號 明版正常發揮 在推特上立下 今年一定要嫁出去 死亡Flag的下一分鐘 前夜製造和小松木殼只有公布喜訊了 那他再次 撒爆屁言 婚訊發布時 其實兩個人共演的 勇者鬥惡龍 達一的大冒險 正播到第六集 因此不難想像 也掀起了一波關注熱潮 而在該翻譯中年的紀念感謝季中 兩個人也是照常放閃 沒在閉的 節目主和粉絲們都在調侃他們 有粉絲說 覺得兩個人婚後 氣勢的狀態都變好了 很憧憬他們這樣 相互扶持尊重的婚姻 而狀態好的前夜夫婦 也即將迎來的第一個孩子 上個月 小松於自己的instagram上 與大家分享自己懷孕的喜悅 激動地表示 奇蹟般的感謝 前夜也在推特上面 針對即將成為人夫儀式表態 還記得我跟景川儀的聯動企劃嗎? 欸欸 那個觀看量也差太多了吧 不要只看香菜 也看一下我們可愛的閒章馬 好 你們不看 那我就 當然是幫他們合體啦 兩個人結婚的消息 對許多粉絲來說算心碎 連阻倡都大受打擊 但也不意外 因為早在2017年初 兩個人就被媒體爆料 他們正在同居交往 一路到2020的7月8號結婚 兩個在業界都擁有高人氣 特別是香菜 那閒章到底是哪一點 擄獲香菜的呢? 答案是 互補 彼此都擁有對方沒有的特質 因此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 香菜表示 閒章對人生碰到的任何事 都有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我是容易陷入苦惱的個性 因為他讓我更有勇氣 而香菜眼中 火力的閒章也表示 他有很多自己所沒有的優點 樂觀開朗的一面 也帶給我很大的影響 嗯?怎麼好像剛才聽過 說好的互補呢? 他們兩個一開始是在 麻吉磨奇少年共演 才對彼此比較熟悉的 兩個人分別飾演 白龍和紅玉 結婚沒多久上節目時 香菜被問到 閒章怎麼求婚的 香菜完全就是戀愛中的樣子 可以感受到他們兩個是真的很恩愛 香菜在節目上面 都會大方分享他和閒章的私事 像是每年一起去賞夜音 緊抓人心體貼的小動作 節目上的害羞宣言 連生病的 休養時也在奇異滿滿的人消微 被大家說 這就是笨蛋夫妻吧 看著他們 又可以相信愛情了 有火焰燃燒般 炙熱甜蜜的愛情 那也有如細水長流 相知相伴的類型 正如給人帥氣印象的這兩個人 山路和紅與普路美 真的是老來半 因為山路今年已經68歲了 與普路美差了18歲 對她來說真的是 走過半百後 終於相知的伴侶 他們是在2020年的1月22號 也就是普路美的48歲生日 分享他們的結婚消息 同天也有另外一對名人夫妻誕生 不過很明顯看到後面這一對版面多一點 大約在2001年左右 就有消息指出 山路有個兒子 正在讀中學 換算時間下來 現在也差不多35歲了 早就成年 甚至有可能成家了 或許是因為這樣 所以兩個人才選擇在這個時候 走入婚姻也說不定 山路和紅和普路美初次公演是在 進捷巨人 再來還有電影 《玩命關頭的垂涕》 HBO影集 《婚姻場景的垂涕》 比他們又酷又陽氣的形象十分符合 話說這部是在講一對 從婚姻步入離婚的夫妻 當初接到1月的時候 兩個人都已經結婚了 他們想說 夫妻演夫妻 OK的啦 所以很快就答應了 但是後來發現 這劇情 對新婚的他們來說 好像有點 太殘酷了 本來還在開玩笑說 要一起排練 結果兩個人都各自閉關在不同的房子裡練習 事後訪談就笑著說 如果他們離婚的話 就是這部作品影響的 然後不只身優的工作 就連真人舞台劇都可以看到他們兩個人同框 好喜歡他們成熟的感情觀 同樣作為表演者 對對方的工作有足夠的了解 並不會過度的干涉 也因為年紀也比較長了 都能給對方適當的空間 這樣的相處模式 真的很有普及的個性 這對當初結婚時 可以算是殺得大家措手不及 不僅交往時都沒有被爆出來過 也因為主打採奈曾經在綜藝節目 超人氣法律諮詢事務所上面表示 雖然我不是偶像 但事務所也有金艾琳 一直到30歲才解禁 而在她剛滿30歲生日的那一天 對的 就是兩個人發推公告婚序的那一天 艾倫 米卡莎在你後面 她很火 沒事沒事 米卡莎的身優十穿優衣 在現實中是把瑋玉貴當成哥哥來看的 她也在推特上面及時的祝福他們 就在網上粉絲心碎之語 突然看到奇怪的留言 現在要死的話 待得及偷胎做彩蛋的小孩喔 有病 隨著兩個人的婚訓炸開 大家紛紛刻難上身 尋找蛛絲馬跡 在兩個人共演的作品中 也發現一些很玄的巧合 像是在惡魔高校中 有主打誓言的塔城小貓 在小說裡面有像一城反求婚 兩個人共演的作品真的不多 而且多半都是沒有太多對手戲的 不過網路上卻出現了這張圖片 屁屁美跟屁屁美結婚 原來這是作者聽到他們結婚所繪製的賀圖 包括T屁屁屁屁 每一集的身優都不一樣 剛好兩個人都在不同級數中都有配到屁屁美 除非這一群身優中又有人結婚 不然暫時應該不會出現第二對的屁屁美跟屁屁美結婚 兩個人的婚後生活也是充滿粉紅泡泡 就有粉絲觀察到卡吉的婚戒從不離職 主打采奈的廚藝很棒 有時候還會為老公準備新型的巧克力蛋糕 在卡吉自己youtube頻道中的 小王子有生疏影片 還是夫婦兩人共同配音的 欸,這裡有什麼衣服? 這是衣服 他們應該是在為將來做準備 給他們小孩念故事前的練習 好的,我們就到這個氣勢一路填下去 來到最後一組 這隊一定的方案壓軸 堪稱業界模範了 凌春建一 and 版本真寧夫婦 這隊真的結婚好久了 從2011年的8月8號 結婚到現在已經過了11年了 他們很早就認識,很早就開始合作 1996年的《水色時代》 2004年的《鋼丹Seed》 這部應該算是他們開始變熟的關鍵 畢竟在裡面演CP嘛 還聽說兩個人在錄製吻戲的時候 版本太害羞不敢看凌春 後續兩個人又合作了 2005年《FF7》 2006年《櫻南高校南公關部》 2007年《空之境界》 到今年2019《Fat Ground Order》等作品 至於兩個人到底什麼時候開始交往的? 這個他們沒有偷漏 但是觀察入伍的粉絲們猜 應該是在2008年的時候在一起的 因為這個時候開始感覺到 這兩個人產生了一些變化 凌春在結婚公告時曾經表示過 妻子聰明、有活力 人師本來就爽朗了她 開懷大笑 而版本也認為自己是順其自然 一群本心行動的人 凌春對她來說 是溫柔而且可靠的 也難怪凌春每次上節目都被調侃 調侃了整整11年 還在被調侃 前夜至早結婚那陣子 被人挖出來 以前她有調侃過凌春 那時候凌春發誓 前夜哪一天結婚了 絕對要反擊 結果等到前夜結婚的時候 什麼事要聽到的 我都知道 比如說 昨天吃了什麼 昨天吃了餃子 但是焦掉了 所以說不定 但是 沒關係 可以吃嗎 好好先生 臨村的攻擊力 還是比不過反應快的前夜 那檔節目的最後 還是臨村完敗 不過覺得很大的方面 是臨村挖坑給自己跳 時不時就在節目上面大讚 老婆好讚 結婚滿六週年時 曾經在廣播節目上面透露 妻子在我心目中 越來越美了 無論兩個人多忙 只要有休息日 就一定會約會 覺得真麗煮飯 越來越好吃了 相處越久 越覺得當初能和真麗結婚 實在太好了 這不是很值得被調侃嗎 然後版本的部分也是 對於老公的事很敏銳 某天版本在看完 假面騎士Revice之後 給臨村發了一封簡訊 說 在像假面騎士基地那樣的地方 展示著臨村的簽名 問臨村 這個是真的嗎 但當天臨村在外面工作 無法確認 所以就回他說 應該是真的吧 粉絲紛紛表示 能找到簽名的版本 真是厲害 後來證明 那個的確是臨村的簽名 被展示在 假面騎士主角 吳石蘭一輝父母所經營的 Shiawase You裡面 還有其他共演者 神谷浩時和木村毛簽名 雖然結婚那麼多年了 但一直都沒有生小孩 粉絲們都以為等不到了 不過終於在今年 兩個人都四十幾歲的時候 剩下他們的第一個小孩 大家都很替他們開心 說實在的 他們之間的事完全可以自己做成一集了 改天如果講到他們 會再多做一些補充 雖然們結婚是一樁美台沒有錯 但想看他們婚後再共演 或是同台真的很難 雙方都會刻意去迴避 所以想要吃狗糧的人 還是乖乖的聽他們各自分享就好 不過今天光是這樣 糖分的攝取量就已經很足夠了 再次謝謝招待 地方宅女良心製作 絕不脫稿 需要您的關心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除了按下喜歡之外 也可以按下分享旁邊的 超級感謝 小小的支持我一下 我是瑪 下次再見 掰 老婆好讚 你要講一下說老婆好讚的由來嗎 就我們去占卜展 就是問夢境 夢境中最印象深刻的一段 或是說老婆好讚 我們是戴那個大頭罩的東西 然後它裡面會發出AI的聲音 然後那個AI就把夢境的內容念出來 AI就說老婆好讚